来信德新内阁国防两岸人事布局备受瞩目 海集会董事长传书将由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出任 他在过去经历 他在匾政府时期就曾担任过海集会的副秘书长 在行政院新闻局长期间 也曾负责处理两岸新闻与文教交流 而在桃园市长期间 郑文燦更在桃园市府设立了两岸事务小组 亲自担任召集人 并且2018年3月出任中华港澳支友协会会长至今 被认为是民进党内的直中派 他也是对中政策的理性派 促进和平强化交流都有能力 而且不只对台湾好 对中方来说 也应当是一个非常可以被接受的人选 最近民进党对两岸的政策方面 有一点在做改变 要推出的这个陆委会的是秋锤正 还有阳南海集会的董事长的郑文燦 在这个民党内部都是属于比较鸽派的人物 多多的交流往来可以降低这个敌意 期待这个邰总统要好好地抓住这个契机 朝野高度期待 郑文燦回应春暖花开比较重要 除了找制中派组长海集会和陆委会 准经济部长郭智慧的重岳公司 在中国大陆服务据点 也遍布上海北京等12大城市 隔街解读 赖政府似乎摒弃过去的意识形态 和扣红帽文化 未来两岸将可期待善意 和正常的交流互动 在大陆这么多的投资 用它是不是 赖金德也是对对岸展开了这个善意 这很值得我们后续的观察 同时间赖金德也获选为 时代杂志公布的2024年 百大罪剧影响力人物 推荐文章还是由美国驻华 以及驻俄罗斯的前大使洪博培撰写 除了彰显 他将延续蔡英文总统的国际声量 更让外界期待赖金德 如何在动乱的时代走出新局 借黄义俊 旅建云 台北报道